人和人相处,是潜移默化,相互影响的,和品德高尚的人久处,如蓬生麻中,不服也能品质,而和品行差的人久处,不仅影响你的思想,也可能会让你陷入深渊,他们精于算计,会消耗你的能量,做事不计后果,会陷你于不义之地,人前一套背后一套,让你真假门辩,和谁交朋友,真的很重要。 而生活中,遇到这几种人,可直接翻脸,不必多来往,看看你身边有吗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人品不好,利用你善心的人,善心,能给人间带来温暖,但同样,也会吸引赤妹王良,越是这个时候,越要于想利用他的人翻脸,唯有如此,才能保护好那一颗善心, 电视剧《黄标》中,高启强就是利用了警官安心的善心,原本只是不想被欺负的他,扯着安心做大旗,尝到了权力的滋味,一发不可收拾。 而安心又于与高启强初次见面的印象,没有一开始就快刀斩乱麻地制止他,以至于让高启强逐步做大,成了笼罩在金海市头上的一片大乌云。 如果一个人只是一味发善心,不懂得和起坏心思的人翻脸,那他的善心就会变成别人攻劫他的武器,害人害己,唯有懂得翻脸,让善良闪现出锋芒,才能让人敬而远之,有感叹,却不敢嘲讽。 接你伤疤的人,曾经问朋友叶叶,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?他说,我最害怕被人接伤疤,那种无地自容的难堪,让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笑话。 小时候,叶叶家里条件不好,因为不能按时交学费,他经常被班主任找去谈话。 有一天,叶叶让父亲找村里有钱的人家借钱帮他交学费,父亲跟他说,等过阵子,家里收到股卖了钱,就能交学费了。 叶叶不愿意等,就跟父亲闹了起来,父亲一气之下,不小心把毛巾甩到他脸上,留下了一道血口。 这件事,只有同班同学小金知道,没成想,却被他在班里大肆宣扬。 当看到大家嘲笑和鄙视的眼神时,叶叶羞愧得连头都抬不起来,而这也成了他心口难以抹去的伤疤。 多年后,在一次同学聚会上,小金再次提及此事,像是讲笑料一样,讲给大家听。 叶叶当场脸就黑了,聚会结束后,叶叶果断把小金拉黑,他说,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女孩了,对于不尊重我的人。 根本没有交往下去的必要。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不愿提及的事情,或许是某个狼狈的瞬间,或许是某段痛苦的往事。 他们是我们心口结痂的伤疤,是别人感受不到的疼痛,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愈合的。 所以,我们害怕他们被人一次又一次地接起,每一次接起,都是对我们的二次伤害。 落井下石之人 倘若一个人平时对你很好,但是当你遇上困难的时候,对方马上从后面捅你刀子,这样的人特别地阴险。 倘若一个人平时对你不怎么好。 但是,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,对方可以出来帮助你,就算不帮助你,也不会落井下石,那么这样的人还是可以去交流的,至少是可以成为普通的朋友的。 柏拉图说,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,逃避痛苦,追求快乐,而无任何理性。 人性往往都是贪婪的,是追求快乐的。 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个人,为了自己的一些利益出卖了你,为了贪图一些便宜,所以对自己的朋友开刀,那么这样的人往往是不可信的,也是要早点去断绝关系的。 其实有的时候,人们总是想着给别人一次机会,就是给自己一次机会。 你比如说,有一个朋友对你落井下石了,此时此刻你觉得只要你在这一次给了对方机会,那么对方以后可能会对你好一些。 或者是你觉得对方只是这一次没有作对,所以你还会选择相信对方,但是你会发现,在以后的生活当中,对方会变本加厉,变得越来越死无忌忑。 所以说,对于你来说,并不是一件好事情,一件事就可以看清一个人,所以没有必要再拖拖拉拉下去了,及时止损是最好的打算。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及时地抽身,然后不会被对方过多地伤害。 表里不一的人,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人,表面和你笑脸相迎,转个身却说你坏话,明面上跟你一团和气,私底下却悄悄给你使绊子,与人相处。 不怕虎狼当面座,就怕两面三刀之人,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,让你防不胜防。 电视剧《亲爱的自己》中,李思雨和师傅吴慧中感情一直很好,却因公司竞选销售总监一事,闹掰了,公司老板为扩展业务,决定从李思雨和吴慧中中间提拔一名销售总监。 师傅吴慧中跟李思雨打青赶牌,表明自己想争取这个职位,李思雨念及两人感情,放弃竞选,选择陪跑,吴慧中表面上对他的善良感激涕零,但背后小动作不断,挖走他的业务精英,抢走他的客户,打压他的业绩,李思雨看在眼里,但没计较,可后来有件事,却让他极为恼火,吴慧中为了最后的胜利。 竟然设计陷害他,险些让他面临牢狱之灾,这件事让他看清了吴慧中的真实面目,表面清和,背后却捅人刀子,最终忍无可忍的李思雨不仅跟他撕破了脸,还奋起反击,夺下总监的位置。 小人不可怕,怕的是假好人,表面与你推心致富,背地里却对你两面三刀,这样的人比坏人更可怕,话虎话疲难话骨,知人知面不知心,而人心最可怕的,不是裸露在外的坏,而是表里不一的凶险。 这样的人,表面看人处无害,背地里却能为一己撕立,不惜伤害他人利益,遇到这种人,趁早远离。 因为你不知道,在真面目背后,有多少是真心,多少是假意,责任交友,务必擦亮眼睛,避免惹祸上身。 对你过度索取的人,在情感调解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上。 一个男生向调解人控诉自己的女朋友,所求无度,自己已经无力承担了,从交往开始,女友就以家庭条件差为理由,要男朋友贴补自己弟弟一考培训班的各种费用,在男生的生意陷入低谷时,女朋友不但不体谅,还要求带自己全家人出去旅游,不仅带上女方的父母,还有家里亲戚都一起去。 住普通的酒店还不行,就指定必须住高档酒店,男生希望女生能理解下自己的处境,可女生阵阵有词,父母辛苦一辈子了,就想带他们出来享受,后来男生赚到钱,想要扩大生意。 可女生直接要求这笔钱,要用来给自己父母的老房子翻新,男生很无奈,一直以来被女朋友当人肉取款机, 但这种无底线的好换来的是女朋友变本加厉的索取。 有句话说得很对,是我们自己,教会别人如何伤害我们,一旦我们的善良没有底线,心软没有边界,那就是一个脆弱的老好人,索取型人格的亲友都会来压榨你。 而这是你默许和纵容的结果,我们是因为有爱才乐于付出,但爱是需要相互奔赴的,不懂感恩,一味索取的人就像吸血鬼。 不但会榨干你的善意,还会让你怀疑人生,该翻脸时就翻脸,毫无原则的好,是在放纵别人伤害自己,该拒绝时就拒绝,没有底线的好,是在放任别人消耗自己。 你的善良,不应该成为别人来伤害你的软肋,我们珍惜生活中的缘分,每一个出现在生命中的人都和我们演一处不同的故事,但是,作为一个成年人,我们也要学会放弃,敢于翻脸。 翻脸,是我们对这段关系已经努力过,但我们依然无法同频而选择的态度,敢于翻脸,是我们在守护自己的原则,坚守自己的底线,守住自己的能量。 从而构建自我边界感,人生不易,我们不能取悦所有人,我们得先忠于自己,愿你有说不的勇气,愿你有翻脸的勇气,去保护好自己的人生,余生愿你我,内心依旧纯凉温暖,但不乏锋芒毕露的勇气。 哈利法克斯曾说过,人有事必须顺从命运,但绝不能屈服于他,顺从,通常意味着没有主见,没有选择的机会,而当你懂得翻脸,尤其是学会跟不懂感恩,爱贬低你,人品不好的人翻脸,才能走出泥潭,干干净净地站在太阳下,驱散阴霾,享受阳光。 愿你我都能拥有跟他人翻脸的能力,不再被欺负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